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伟 2018年12月3号下午 湖北省来奉献正在进行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当工作人员打开一个红色包裹的时候 所有人都震惊了 那么这个包裹里到底是什么呢 一本立功证书 一份报公书 三枚军功章 这就是被红布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东西 谁都没有想到 在来奉这座小县城里 竟然隐藏着一位共和国的人民功臣 那么他是谁呢 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他就是来奉献离休干部 今年已经96岁的张富清老人 在此之前 熟识张富清的人 只知道他是个老干部 甚至连他的妻子儿女 都不知道他立功的事 那么张富清老人 为什么从未透露过 自己的赫赫战功 封存荣誉的背后 他究竟在坚守些什么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 本色英雄张富清 一起走进张富清的传奇人生 1948年3月 24岁的陕西小伙张富清 参军入伍 成为西北野战军 三五九旅的一名战士 张富清在战场上杀敌英勇 多次出生入色 其中最大的一次考验 还是永丰战役 那是1948年11月27号的深夜 张富清清楚地记得 战斗非常惨烈 一夜间换了三个营长 八个连长 天亮之前 不拿下碉堡 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 解放全中国就会受到影响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突击连 他主动请英 带领另外两名战士 组成了突击小组 背上炸药包和手榴弹 张富清和两名战友 不服前进 他率先攀上城墙 又第一个向着碉堡 附近的空地跳下 书中这样写道 黑暗中敌人围上来了 他端起冲锋枪 一阵扫射 敌人猝不及防 被打死了七八个 交战中 他感到自己的头 被猛砸了一下 就拿手往头上一摸 发现一块头皮翘了起来 满脸都是血 顾不上还在淌血的伤口 张富清是一路小跑 逼近了敌人的碉堡 那一夜 这个刚当兵不到一年的新兵弹子 用无法描述的勇气 接连炸毁了两座碉堡 缴获了两艇机枪 为大部队全面进攻 扫清了障碍 张富清说 我打仗的秘诀 就是不怕死 一冲上阵地 满脑子是怎么消灭敌人 决定胜败的关键 往往是信仰和意志 战役结束后 张富清荣立一等功 被授予甲等战斗英雄称号 一个多月后 西北野战军 根据张富清的突出贡献 加授他特等功 后来张富清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三次荣立一等功 一次荣立二等功 很多人问张富清 为什么要当突击队员呢 张富清淡淡地说 我入党时宣过世 为党为人民 我可以牺牲一切 时间转眼到了1955年 张富清已经是 三五九旅的正联职军官 他所在的部队 当时面临调整 要去地方支援经济建设 组织上对张富清说 湖北省恩石地区条件艰苦 急需干部支援 作为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张富清说 党员应该带头 应该到艰苦地方去 死我都不怕 我怕苦 其实啊 多次立功 身体有伤的张富清 原本可以选择 留在大城市工作 安享幸福 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陕西 衣锦还乡 但是张富清 又一次担起了突击队员 带着结婚不久的妻子 一起来到了恩师 最偏远的莱凤县 那么这个莱凤县 当时到底有多艰苦呢 书中这样说 当时的莱凤县 很穷很穷 当地流传着一句土话 叫天无三日情 地无三里平 人无三分淫 说的就是莱凤之穷 从到莱凤县 我说lo 你不认识 我说我 在莱凤县 说的 他我认识 我认识 你也要我认识 我认识 因为有多艺艺 人 我认识 看到你 但是这种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亮出军功章攤开双手就可能享受各种待遇 家人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照 但是张富卿的军功却从不是人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知情 不仅如此 他还给家人立了一条规矩 那就是不给组织添麻烦 即使是离休后 张富卿的信念也从未改变 书中这样说 作为离休干部 张富卿买药享受公费医疗政策 不用自己出钱 他给家里定了一条规矩 任何人不能吃自己的药 人们对张富卿的行为十分不解 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战功只字不提呢 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位老人总是红了眼圈 和我一起兵箭做战队 很多这个战友 兜兜为当为人民 先去到这些宝贵走运 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 我又摸着这些打出来 在这明年才去拜啊 这些质苦的话 道出了张富卿老人 深藏功名几十年的缘由 同时也道出了一名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最纯粹的理想和信念 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故事 咱们明天见